那我個人我是喜歡用樹幹跟樹枝的方法 你知道這邊呢是一棵大樹 這是樹幹 然後樹枝分枝出去 那分枝出去的時候 我們會另外這一邊 比如說先用二分法 先用二分法 這邊是上代加強的好了 比如說這是上代加強 或是這個用詞不幹 那這邊是什麼 就是它的用詞精準 就是很精準的 很正確的 那一樣也是在這邊 也是樹幹 它基本上就是從這邊 然後呢 畫出去 那你自己可以試試看 就是說它那個哪一個字寫 好像很好你就把它畫寫在這邊 然後呢哪一個字句 你就怪怪的把它寫這邊 寫完了以後 你自己再去想 因為有時候你知道語言講評是這樣的 你從頭到尾開始聽聽聽 一直寫寫寫 你有時候沒有時間去想 這個是怪怪的 可是我想不出來怎麼去 怎麼樣去用一個更好的來替代 想不出來 可能邊聽邊想邊聽邊想 這就是它挑戰度比較高的地方 那它很精準 一邊是這樣 這就是二分法 你們可以試試看 你聽到這個句子很棒 你把它寫到右邊來 你覺得這個字怪怪的 把它寫到左邊來 那完了以後 它很棒 是哪個地方很棒 原來它善用四字詞 你就把它這邊寫一個 它善用四字詞 好 包括什麼 誒 成語 它用了哪個成語 誒 它用了哪個順口溜 誒 它用了什麼押韻 好 等等就這樣 誒 誒 這句話好棒 經典誒 為什麼經典 因為它用了格言 它用了什麼 左右明 所以你這邊可以把它分成 誒 這是一個很 叫什麼 智慧之語 很有智慧 這是出自誰的話 比如說像我剛剛講的 好話一句三東軟 那麼二言一句六月寒 這個就是誒 智慧還滿有智慧的 都是剛剛我們聽到的某一句話 非常有智慧 都是說很鼓勵 激勵人心 座右明 有時候我們會善用座右明 有沒有 開場一句座右明 或是結語的時候一句座右明 就把它寫在這裡 用什麼 這個字 參考值就好 座右明 格言 對不對 還有很精品 經典的一句話等等 就是在智慧之語這個地方 善用四字詞 再來呢 很有畫面的喔 很有畫面的 很有畫面的 為什麼很有畫面呢 在一個看到這個陽光在花草上面跳躍的 這種很有畫面的 我們在一個什麼島 清晨 這種很有畫面的 我要回到超越時空 回到哪裡哪裡 就有那種很有畫面的 情境的 很有畫面的 這個也是很好的 再來 等等 然後上代加強就是我剛剛講的 句子怪怪的 句子怪怪的 你一時想不出來你就當場念 這句話怪怪的 就會有沒有更好的可以替代的句 這樣大家很互放就可以學習 對不對 最後把我那個 因為已經有了就放給大家看一下 其實我今天因為沒有帶電腦在身上 所以我下午問了一下 他說今天誰都沒有帶電腦 所以我也沒有把我的這個頭影片帶來 但是我身上隨時有帶一個東西在身上 因為我發現到這個幫助我很大 各位就是手邊如果有個筆記本 就是好好的把它怎麼樣 聽到什麼好的句子就把它寫下來 我給各位看我是有用心的啦 所以我現在講話 博語還可以聽 可以聽啦 十年前我博語是不能聽的 各位看一下語言講評他的目的 在於訓練聽講技巧 他的任務是在介紹新字 還有評論 例會中使用的語言 很多的例會他是請語言講評介紹一個新的字 然後當天大家來好好的善用那個字 有的例會會這樣子 給各位參考 像你 他就是所謂的美日一詞啦 我們往下看二分法 記一下不通順的句子還有講整 然後再舉例說明正確的用法 再來呢 記一下美顏家句還有講整 這說明是用到哪一個就像我剛剛講 他用到了很有畫面的技巧 他用到了這個成語等等 或者是他使用到了座右銘某某人的 或者是某某人的格言這樣 開場我會給一個就是說 整體的語言的品質如何 他的用詞的精確如何 語言是不是講得很恰當 與合體 段落是不是很明確 還有呢 講用的詞是不是淺顯生動 他是不是很有感染力 很精簡有力 然後很有感染力 是不是很激起聽眾的注意力 他是不是會強化傳達這個訊息的目的 再怎麼豐富 再怎麼漂亮的句子 如果他的目的不是再強化這個 你要表達的句 表達的目的 很多時候是怎麼 岔開來 分散注意力 就變得哇 我已經用了很矯情的句子 哇 我已經怎麼樣 很享受對不對 那個魂不曉得飛到哪裡去 可是怎麼樣 可是那個目的性沒有達到 那個是分道而直的 那個是不對的 所以就是說你是要強達傳達的目的的 有影響力的 那二分法 大小抽屜法 然後結語的時候 我通常會把今天最有收穫的智慧之語 在會內聽到的 如果找不到在會內聽到的 我會準備一句很漂亮的話 比較自我激勵的話 在結尾的時候跟各位的講 謝謝 謝謝各位 我覺得他的那個語言是很有力量的 我覺得要真的要傷害一個人 你不用刀 一句話就夠了 可是呢 你真的要善待他人 要發揮正面的力量 正面的影響力 然後帶動那個積極的力量 我覺得語言也是非常非常有他的力量 我覺得我們一定要善用發揮他正面的善的一面 然後這樣子呢 讓我們身邊的人 身邊的這個 大家都可以感受到那個溫暖 然後互相都怎麼樣 正面影響正面 然後積極會帶動積極 謝謝 謝謝